你们也可以来一起想一想 怎么能够让陌生女性 把她的丝袜什么的免费送给你呢 乍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对吧 来看一下这位大哥的独门技巧 这个给你的不要钱 你这个我拿回去给 就是我们代理商嘛 给厂家拿回去做研究分析的 这是一个专门进行丝袜交流的论坛 也就是一个链足群体 管理员告诉我 这里的会员有1万多人 已经做了8年了 扭你那个根 然后放到我的嘴边 这样可以吗 反正这个真的把我给整阴谋了 上次调查母乳的时候 我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细节 对方给我的图片的一处 写了短棉袜短丝袜59一双 这也没啥啊 但是下面一行字让我感觉非常奇怪 袜子都默认穿两天 加一天15元 你说你卖袜子卖的贵了点吧 我觉得还行 但是你还故意穿两天 你的脚箱还是怎么着 这还不算啊 下一句让我当场裂开 加自X25元 男人的直接让我感到这个事情必不简单 于是我针对这一点展开了调查 顺藤摸瓜 通过QQ我直接加了过去 他的Q名叫小思姐 加到小思姐QQ之后 他直接回复我 加另外一个QQ 总之小思姐不断的换马甲 连续换了三个之后 他说赴谁远 看实拍选货 然后又是一个选货QQ 我直接贝壳退房 蹦不住了 大哥 我加你四个了 大姐人狠话不多 给我一个产品价格 内裤正常的130 痕迹重的160 重口味内裤 穿一周200 你要哪种 我要哪种 我觉得我是一个大远种 之后 他终于开通了QQ空间 都是他自己拍摄的一些丝袜 鞋子或者一些内衣什么的 因为每张图片的旁边 都有他的一个牌子 他甚至还支持视频验货 视频验货 我假白绝对不可能 做如此丢人的事情 可以 可以可以 反正自此 我是青龙烟月刀 捅屁股又开眼了 如此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 到底什么样的人 需要这样穿过的鞋袜 这个售卖者 肯定只是冰山一角 那整条产业链上 又有什么别的角色 在提供货源呢 另外 这些购买者都是一个 怎样的心理呢 大家好 还有来到黑暗森林系列第21期 这期带你们走进旧丝袜 旧内衣背后的隐秘产业链 揭露一群疯狂扭曲下的交易生态 随后我马上就一直到了 这就是所谓的恋物群体 在维基百科上的定义 恋物包含了恋族 恋骂 恋邪 恋尿屁等 不过这个世界对当时年幼无知的我来说 还非常的陌生 我的知识普及 最初是从这个论坛开始的 这是一个专门进行丝袜交流的论坛 也就是一个恋族群体 此论坛的门槛很高 需要有邀请码 邀请码之后 你还需要购买一张卡 再之后你还要充值 因为这个事情站长亲自出来给我指点迷津 并且告诉我一定要耐心一点 管理员告诉我这里的会员有1万多人 已经做了8年了 还说我以为同类之间的爱好都是很善良的 在这个论坛里边的内容啊 基本上是围绕着揪展开的 有图片 还有出来约接拍的大学生等等 其实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进来之后会感觉没啥好刺激人的啊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脚上或者是丝袜上 而且还有很多我看不懂的名词 比方说KMAF 这个真的就是我这次盲区了啊 你们有懂的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帮我解释一下 当然这个论坛还有视频 不过看视频是个技术活 不能在百度网盘里面解压 站长对于这个事情一直极为强调 一定要先下载下来 并且如果你真的学不会解压技巧的话 站长会找到你 建议你把号注销掉 说跟这种人奉陪不起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 随后我开始正视这个群体了 其实恋悟的受刑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啊 但是大部分的恋悟者为男性 在一项2011年的研究中称啊 30%的男性有恋悟幻想 24.5%称从事过相关行为 而另外一项发表在2007年的研究中称 在有关身体部分或特征的群组中 47%是有关人族的 咱就按保守的数据啊 24.5%乘以47% 11.5%的人是恋族的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11个人 这些族的我觉得这么难算也挺高的呀 这样咱们弹幕中大概统计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 恋悟不过是一个小众群体的爱好 只要不影响别人 那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接下来的调查里面 很多都远远超过这个合理的限度了 恋悟中最为盛行的 其实就是原为内衣的售卖 其实我们之前的视频提到过啊 最早发源地是日本 日本第一台脏内裤的贩卖机出现在1993年的千叶式 管理者称内户采购于漂亮的未成年女高中生 每条脏内裤的售价约为50美元 许多高中女生早晨会在商店里穿上一条新内裤 并在放学后兑换成现金 20世纪的90年代 原为进入到大陆 后随淘宝的兴起 大量的原为你将交易平台从论坛转移到淘宝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2014年年末 北京舞蹈学院校花梦妮在社交平台售卖内衣事件 说有次把拍完的内衣广告照片发到了微博上 收到很多网友的私信居然是问 你穿过这些内衣能不能卖给我 人行当中男女都有 后来他就定价1000元一件 没想到每天都能卖到10件以上 其实这些二手衣物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啊 贴身穿过没洗 保持着当时正用着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味道越重可能就越喜欢 不过原味在国内目前无论是售卖还是宣传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在开头我们遇到的小四姐为什么需要转好几个QQ就是因为这一点 但是暗出的交易链条依然存在着 最初我们谈到了小四姐是自己售卖 但是一条内裤至少需要穿两天 那么一个售卖原位的女孩一个月也就15条 那这条售卖产量上的角色 无论是谁都会去想如何增大这个产量 于是一些中间商就出现了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自称叫扫楼者 啥意思啊就是在居门楼里面 他们看到别人的内衣鞋子什么的直接顺走 一顺一大把 如何增大产量这个问题瞬间解决 况且在需求者看来 专门售卖内衣内裤女孩子的内衣 远没有那些偷来的内裤有灵魂 因为他们更自然更有生活气息 这是我进入的一个扫楼打交群 里面冲出了各种各样的鞋子 包括不知道从哪收集来的内衣 里面的群友对这些战利品品头论组 多次点评牛逼 还有一个给予群主鼓励 看能不能射进去 给兄弟们拍点照片 期间群主拉来了另外一个 所谓的扫楼爱好者 让我吃惊的事情出现了 常规意义上我们都觉得 扫楼一定是男生 但这位扫楼者是个女性 他还有个主页强调自己是个女性 并且照片中也是各种各样的鞋子 价格也是清清楚楚 而且他还有视频业务 总之对这帮人来说 居民楼健身房更衣室 火车卧铺的公共空间 都是他们下手的好地方 他们的帖子日常也是挨家挨户的彩点 然后晒出今日成果 你若是要购买 随时视频验护 这次群主就来到了广州 一个所谓的有钱小区 当然扫楼也不是每次都可以成功 一旦被拍下 就是一个大型的射赐现场 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现场 一个精神小伙 看到一处挂着内衣 左看右看 确定安全之后 使用独特的轻弓 将自己略微发胖的身体 吊起来 把看中的内衣给顺走 然后一条帖子就出现了 偷内衣的学弟 你好 我是你脾气最大的学姐 你的一切监控都拍到了 请自觉下楼认错 不然送你和学校一起上热搜 所以你看啊 偷还是有风险的 遇上抱脾气学姐 可就完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陌生女性 大量的给你提供 他们的贴身内衣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男人们在这条解题思路上 也是琢磨得炉火纯青了啊 你们也可以来一起想一想 怎么能够让陌生女性 把她的丝袜什么的免费送给你呢 大家一想好像不太可能 对吧 来看一下这位大哥的独门技巧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要 怎么样 你们裂开了没有 这位哥们还教我啊 你可以拿点新的丝袜 去美容院里面 印点名片 很好用的 我说名片上都咋印呢 他说丝袜公司相关的随意 然后就到珠宝店 或者是足疗店 或者是商场 勾搭售卖员 号称自己是冰丝代理商 做研究 做分析报告用的 你拿去干嘛 这个不要钱 这个给你的不要钱 你这个我拿回去 给就是我们代理商 给厂家拿回去 做研究分析的 做分析报告用的 希望女孩们能够穿她的产品 三天换一次 交给她带去做研究 而这些女性 虽然觉得实验很奇怪 但觉得自己是帮助了别人 还拿到了免费袜子 也没亏什么 殊不知自己穿过的袜子 会被放进一个个的包裹当中 顺风发货 被卖到一群男子的手中 而自己也被录成视频 被传播 被凝视 被隐隐 除了上街行骗 他们也会在社交平台 例如默默上寻找女孩下手 用的也是同样的套路 我那个默默上面跟你聊了吗 这让我惊奇的哥们 就是一个自称户外主播的一个人 他在群里分享了很多标题 吸引人的视频 并且标明分享上街搭讪技巧 你敢上街去要个微信 就已经是射死了 人家是上街要别人的丝袜 甚至要求去舔脚 这个人其实已经不屑于 获得丝袜什么的了 他玩的就是心跳 首先他确实是在直播 直播群里面都是一群老色品 我们来复盘一下 他的整个流程 首先他会在一个 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 去寻找适合的女性 我上这个吧 这个不错 你好 你好谢谢你好 当然他非常明白 这个事情 肯定会有很多女性是拒绝的 所以第一关 多事不要怕被拒绝 没事没事 这个东西就是 一定要平常心 把心态摆整好 前面有穿长鞋的 不用 谢谢 他过语之后第一句话 就非常有气小心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户外主播 就是刚才我在那边 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 然后看到你 就是特别有气质 一般女孩听到 这种夸奖 都是开心的 也就愿意跟他说话了 大多数人基本上 还是会走掉 但是没关系 最后想和他说话的女性 他一般开头第一句话 就是 我是一个户外主播 因为我就是跟别的主播呢 就是批个语义书了 要找那个陆日的美女 帮我做一个惩罚 因为他是惩罚嘛 就是节目效果 然后就是你拿我的直播手机拍我 我就是跪拜在你的面前 他同意了啊 好真 啊 同意了之后 会一步步试探对方的底线 天了 然后这个脚踩到我头上去 这样太恐怖了 这样好太不礼貌了 他的手会去触碰对方 这个时候对方说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这个镜头其实就是拍摄对方的红色高跟鞋 同时也是可以直播给群里的老色品 谢谢你啊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美女这个人非常善良啊 非常好 他们说让你把高跟鞋脱了 硬脚踩到我嘴上 这个时候对方也很不愿意嘛 因为这是对方的底线 这样不太好 这个时候主播说 装成样子嘛 也不是说真的 我这样做的话就会 他们会给我刷礼物 接下来继续试探底线 比方 你有你那个根 然后放到我的嘴边 这样可以吗 当然有的对于这种行为很接受啊 然后呢就可以去加对方的微信 然后就可以约出来 约出来干嘛呢 当然主要是舔招啊 但是让我吃惊的是 他很多时候竟然玩起了抖m的剧情 关于这一块我就不延伸了啊 反正抖m这个真的把我给整阴谋了 这帮人做这些事的动机 第一个除了满足自己的心理之外 还能将这些拍摄录制出来 一方面可以直播 还可以进行售卖 售卖的可以按照部署收费 比方说4部98 42部398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收月费 从10元到25元 60元甚至2001000元啊 也不怎么封领 反正就是你给的价格高了 还可以定制你想看的方式 不过话说回来 大多数的奇怪男子 其实还是想购买食物的 但是在我看来 你把自己的这个心理 控制在一定范围得了 真的没有必要去购买 首先这个人家穿过的内衣 本身就很可能是不干净的 也许携带了各种的细菌 甚至是皮肤病 哎呀你说我不在意 没事 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一种香水 比如一些进口的日本奇葩香水 就有汗臭味 是商家大批量制造原味内衣的首选 因为粉丝跟我爆料 一个抖夜女主播就是这么干的 一次她回老子家 因为疫情回不去 找人替她喂猫 让对方目瞪狗呆的是 阳台上挂满了两排女性内衣 还有一堆仍在盆里的丝袜 这些内衣一看就不是她穿的 成屁的丝袜在特殊的液体里浸泡 你说哎呀这也忍了吧 相处的这个味儿够也成 但是如果是男人呢 网上就有人评论啊 有恋无批的人可能不舍得花几百块去吃顿饭 却舍得花几百块钱 买一双抠脚大汉冒春女人穿过的丝袜 那你说我这忍去吞声也能忍 那如果是狗呢 这味儿应该更足吧 好那这期的黑暗森林我们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点一下小铃铛